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 Journal 暑假過了一半,不知道你在想什麼和做了什麼 在這個時間,其實就是很適合去考慮下一個年度去用什麼手像 所以我就在這個時間,很想拍一個系列的短片 去講一下一個近年很流行的手像方式,就是Bullet Journal 最近我也買了一本書 就是這一本書,它叫做子彈筆技術 整本都是講Bullet Journal的一些理念,怎樣寫 而這本書也會附送一本Bullet Journal給你試用 所以我就很想拍一系列的短片,講一下Bullet Journal是什麼 怎樣寫,適合什麼人等等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要繼續看下去 Bullet Journal的創辦人就是看中了 現在這個時代的人很急速,他們經常都沒有時間 他的理念就是很想用一些簡單的符號去代替一些永場句子 以至他們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寫他們的手像 而可以花很多時間去有效率地完成他們要做的事情 Bullet Journal裡面其實可以寫任何東西都可以 包括我們的工作,家庭,人際關係,思考等等 所以他的彈性都很高 慢慢去到現在這個時代,我相信Bullet Journal已經有很多演變 如果最簡單給他一個定義,就是一本你自己去決定什麼頁面的手像 這本書的封面就是這樣,我們都一起揭揭一下 這個是目錄,有年度計劃,月計劃,Happy Tracker,週計劃,日計劃 寫日記,健康健身紀錄,各種創意清單,菜母計劃,家務計劃,餐飲計劃,旅行計劃 還有最後一個範圍就說怎樣去寫我們自己專屬的手像 有些人就會說為什麼要寫手像 寫手像給人的第一印象很複雜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但是其實手像是可以幫到我們生活裡面去做很多的計劃 以至我們更加可以做到我們想做的事情 而Bullet Journal的一些重點就是 越簡單越好,而且要有些事前的準備 就是索引,即是目錄 在前面,因為這本寶一直這樣寫進去 所以在前面就需要有一個目錄 記錄什麼在什麼頁面 不然你就會很難寫 而在Bullet Journal的頁面都需要寫頁數 好,接著就去到Key,就是符號 Bullet Journal之所以叫做Bullet Journal 原因就是因為它用到一些Bullet Point 去標示它要做的事情 這些符號其實你可以自己決定用什麼符號 但是一個小的Tips就是 最好那些符號是可以透過改變一點 就變成另外一個符號 例如,為什麼它用這些符號 去做一些To-Do List 就是因為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交叉 就代表完成 其實我都可以運用這些符號 去放在我的手帳裡面 就算我用傳統手帳 其實我都可以運用到這些 所以我用這些符號的原則 這樣放進去 這個就是它附送的一本的Bullet Journal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一個點點寶 為什麼Bullet Journal經常都要用點點寶 就是因為你可以對齊這些線 還有寫那些DOT的時候會比較準確 但是其實用什麼符號都可以 它這個在下面已經印上頁數 我以我所知 在市面上也有一些的符號 會印上頁數給人提供Bullet Journal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一本手帳最重要就是 你要找到適合你自己 不論是紙質 大小 你拿起手 寫字的感覺 都是要舒服的 這樣你才能夠持續地寫下去 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對Bullet Journal的了解是多了的 但是我也相信它裡面的頁面 其實不會包含得所有Bullet Journal的頁面 因為Bullet Journal的特色就是彈性很高 你可以自己設計專屬你的頁面 所以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就會想一下 究竟我有沒有什麼頁面 是很想寫在我的手帳裡面 去令到我的手帳更加獨一無二 和設合我的需要 下一集我就會說一下 究竟Bullet Journal是適合什麼人用 所以如果你都有任何關於Bullet Journal的問題 或者其他手帳、文具、生活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盡量去解答大家 或者你可以追蹤我的IG和聊聊天 我也很想認識你們每一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